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清朝年间 在同川府有一个叫王小二的男子 会用一手烧碗的手艺 一生都是以此为生 每次炼制好后 他都会将烧好的碗拉着到集市去脉 由于王小二家距离集市的路程较远 所以每次要去集市时 都是天还没有亮就起床准备 然后上路前往集市 如此这般过去十几年 王小二早就已经习惯了这份营生 每一次的出门 王小二都还觉得很是幸福 因为老伴儿每次都会送出门外 嘱咐他路上要小心 每次赶急 王小二都会驾着车 顺着山野土路往集市上赶 那可真是披星待月 可也没办法 为了讨生活嘛 等他到了集市上 天也就亮了 随着王小二常年赶急卖碗 也就有固定的摊位 跟集市上的小商小贩也挺熟悉 卖碗这个生意一年当中 也就到了年底能红火一些 因为家家都得添置新闻 为过年做准备 至于平常 那生意可就是马马虎虎了 不过对于王小二来说 倒也能够混个温饱 每天王小二摆好了摊 就坐着等着主顾上门 零零散散地也卖了一些出去 等到集市散了 人都走得差不多了 王小二才开始收摊 王家走的时候可就又天黑了 这一天 王小二赶着马车往家里走 当走到一路林子处时 就在路边的林子里走出来几个小孩儿 见到几个小孩子 王小二被吓得一惊 急忙杀住马车 心想 这谁家的孩子啊 这么晚了还不回家 这王小二倒也是一个热心肠的人 想到这里 他把马车停好 从车上下来 走到几个小孩子跟前就问 天都黑了 你们怎么还不回家啊 那几个小孩儿就七嘴八舌地说 我们出来玩得晚了 现在想回家 可是我们很累走不动了 大爷你可不可以 烧我们一段路啊 随后 其中一个小孩儿又说了他们要回家的路线 王小二一听 发现与这几个小孩儿要走的路线正好相同 于是就让几个小孩儿上到马车上 几个小孩子兴奋地大叫起来 三下五除二的就爬上了马车 王小二赶着马车 就继续前行 在路上 王小二就与几个小孩子聊起了家常 问道 你们是谁家的孩子啊 几个孩子唧唧喳喳地说了一通 也就各报了家门 王小二听着几个小孩子报的家门 觉得很适而说 却并不认识 也就没再多问 一直把那几个孩子送到了村口 让那几个孩子下了车 几个小孩子下车后 向王小二道了一声谢谢 就嘻嘻哈哈地往村里跑去 王小二坐在马车上 一直瞅着那几个孩子跑进了村里 这才又继续赶着买车往自己家走 回到家里 王小二简单地收拾了一下 就上床睡觉了 到了第二日 王小二本也要去同川府赶集迈晚 可是直到天都大亮了 他都还没有想出床 这一下 老伴儿可就觉得有些奇怪了 于是就叫醒了还在熟睡的王小二 王小二被老伴儿叫醒后 一看天色 心中大惊 不明白自己怎么就睡过头了 居然睡到这个时间点了 一时间 他急得堂堂转 急忙起床穿衣 连连都来不及洗 就准备出门去 老伴儿看他精神头不太好 就劝道 老头子 要是身体不舒服 今天就不去赶集了 你看这天色也已经不早了 现在去怕是也卖不了几个钱 王小二可没有听进去老伴儿的话 依旧套了马车 装上炼制好的碗 出门到同川府集市去了 等他到了集市上时 天都已经大亮了 停好马车 王小二就开始卖碗 可卖了足足一上午 也没卖几个钱 等到了中午 应该吃午餐的时候 王小二就到一个相熟的包子摊上 吃起包子来 吃包子时 和他坐在一桌的 是在集市上给人披字算卦的李三算 二人闲聊知识 李三算说 王小二 你老这气色看上去不对啊 我瞅你这气色可不怎么好 你没遇上什么事儿吧 我能有什么事儿啊 可能是这几天连着赶集累了吧 毕竟年纪大了 王小二一边说着 一边继续吃自己的包子 其实 对于李三算 王小二是没有什么好感的 必须 他可是不太相信算命之事 所以 王小二对于李三算说的事情 并没有放在心上 吃了午饭后 王小二就又回到马车处 接着卖碗 因为起得晚了 所以当天王小二就在集市上多摆了些时间 等他往家赶时 天都已经黑了 当晚 王小二赶着马车 再次路过头天 遇上那几个小孩子的地方的时候 他看见那几个小孩子 又从路边的林子里钻了出来 几个小孩子出现后 和头一天是一样 他们想要搭王小二的车回家 王小二也没多想 就又让那几个小孩子上了车 一直到了头一天的那个村口 那几个小孩子同样是下车进了村 到了第二日 王大爷又起晚了 同样是赶了个晚级 这一天啊 他在勘探的时候 居然还睡了过去 同时还觉得昏昏沉沉的 浑身没劲啊 中午时分 到了吃饭的点时 王小二就碰上了李三蒜 李三蒜见到王小二后 就主动上前打招呼 老王 这都吃上了啊 来 给你个东西 说完 就拿出一个物件 交给王小二 王小二担心李三 算没完没了 也不打话 直接就将东西 接了过来 随后揣到上衣兜里 这一天 王小二的买卖 也不怎么好 又是卖到了天黑的时候 方才收了贪儿 在回家的路上 王小二一边赶着马车 一边在心里盘算着 李三蒜说的话 一盘算 顿时觉得有些惊奇 心想 这几日 我这精神头不好 能不成 真是让什么东西 给缠上了 他正在琢磨着呢 马车就到了 遇见小孩子的地方 这时 他就看见路边 站了几个小孩 正是头两天 坐他马车的那几个孩子 奇怪的是 那几个站在路边的孩子 并没有像以往那样 高高兴兴地 跑过来上马车 而是站得远远的观望 见得此景 王小二就大喊道 喂 孩子们 你们站那么远干嘛呢 快过来 上车回家了 可是 那几个小孩子 依旧站在原地 并没有像以往那样 上前爬到车上 王小二正在奇怪的时候 其中一个小孩就说 我们害怕 我们不敢上你的车 听闻此声 王小二就有些内闷了 可转念意想 难道那几个孩子 怕的是 自己兜里揣的东西吗 想到这儿 他就把李三 算给的符纸 给掏了出来 他看着手中的符纸 在心中想到 这几个小孩子 就算不是人 但是他们 也没有害过我 他们不就是 搭了个顺风车吗 想到这里 王小二就把那个符纸 给扔到路边的杂草里了 符纸一惊扔出 那几个孩子 就乐颠颠儿地 爬上车了 王小二用余光 打量那几个孩子 也没发现 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 就又把他们 送到了村口 看着他们进了村子 接下来的几天里 王小二都在家里练制晚 就没有去赶集 这一天 他到一个叫 刘家村的地方 去送货 送到后卸了货 收了钱 就跟那个村民 问起了关于 刘福贵家的事情 因为啊 他送的那几个 小孩子聊天的时候 总会说到 刘福贵这个名字 王小二这么一问之下 没想到该村里 还真有那么一个人 于是 他就又问了 那家五个孩子的事 可奇怪的是 提及此事时 那个村民 就有些含糊切词 不愿意说清楚情况 在王小二的 一再追问下 那个村民 才说出了 刘福贵家 确实有五个儿子 可是在两年前的 一次事故中 全都死掉了 那个村民 根本就不知道 王小二为什么 会问起这事儿 疑惑地看着王小二 就问了起来 可是 王小二心中 有自己的想法 也就没直说 而是含糊着 应了一声 随即起身就走了 王小二离开了 刘家村 又到街市上去 买了一些 日常需要用的东西 直到下午了 才往家里赶去 当他走到半路的时候 天空中乌云密布 随后就下起了 倾盆大雨 此时他锁在地方 那是前不着村 后不着店的 一时间 王小二 只好使劲地挥着鞭子 吆喝着 让牲口跑快些 只有这样 他才能赶快地 回到家中 那牲口 被靴子打得生疼 就一路往前狂奔 说巧不巧 在半路上时 突然间从草丛中 蹦出一只兔子来 这兔子一出现 那牲口 一下就受了惊吓 顿时发了风 似的跑了起来 王小二大急 急忙拉上绳子 可是怎么拽 都拽不住了 马车急速向前 在路过一个弯道的时候 车咕噜一滑 掉下了路边的土坡下 此刻 王小二想下车 已经来不及了 就感觉车咕噜 一直往下滑 此时此刻 王小二在心里暗叹道 完了 这回完了 连人带车滚下波去 不死也得残废 就在他觉得车子 快要完全不受控制的时候 突然间 车身猛地停了下来 王小二心中一惊 随即往后方一瞅 此刻 他看见这些天 一直搭他车回家的 那几个孩子们 正在用力地拉着马车 此时的王小二 已经知道 这些小孩们 早就已经死了 可此时的自己正是生死攸关之际 他也顾不得细想 仰起鞭子 猛抽牲口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才把车赶到了土坡上 王小二死里逃生 把车停好后 想过去看看 那几个小孩子怎么样了 可是当他走过去 往土坡下一看时 却发现哪里还有小孩子啊 只有几个陷入到泥巴里的牌位 王小二见到几个凌落的牌位 孤不上泥泞跳下土坡 就将几个牌位捡了起来 擦掉了上面的泥水 看到牌位上的字 王小二知道 这几个牌位 正是刘福贵家 那个小孩子的 于是 王小二就带着牌位 来到刘福贵家 把牌位交给了刘福贵 并把发生的事情 向其说了一遍 刘福贵也觉得 这件事情 有些不可思议 他们夫妻俩痛失无子 在家中供上了牌位 可怎么会在土坡里呢 至于王小二 每天遇到他们的树林 正是几兄弟 生前常去玩的地方 王小二如今 还是每天赶着牲口 去到同川府赶集 见人有难时 他还是会伸把手帮一下 他时常说 人嘛 总要多做好事 要相信 好人总会有好报的 好了 今天的故事 分享就到这里了 希望听完我的分享后 您会有所受用 如果您有什么意见 欢迎在下面留言讨论 我们下次再见 优优独播放